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时间来到了2024年底,在2奈米工艺制成的决战上,台积电又一次跑到了前面。 12月上旬,据台湾媒体《经济日报》报道,台积电已在新竹的宝山工厂完成2奈米制成晶圆的市生产工作。 据悉,此次市生产的良品率高达60%,大幅超越了公司内部的预期目标。 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曾在三季度法说会上的表态,2奈米制成的市场需求巨大,客户订单未来可能会多于3奈米制成。 自晶片代工行业进入先进制成后,2奈米的节点就被普遍认为是决战节点。 它的特殊性在于,过去各家早已得新应手的FinFET架构在这个尺度下已经开始失效,CMOs器件与生俱来的短勾道效应又一次被暴露出来。 这里需要补充一个知识点,人们常说的14奈米,7奈米工艺节点,实际指的是电晶体导电勾道的长度。 这是由于勾道长度不容易被观测,业界通常用更加直观且接近的炸机长度代指工艺节点。 CMOs器件功能越复杂,电晶体的密度就会越大,这就必然需要勾道长度越来越小。 可问题是,随着勾道长度的缩短,勾道管中的原级和陆级的距离也会越来越短,因此炸机很难再保证对勾道的控制能力, 也意味着炸及电压加断勾道的难度变大,即产生短勾道效应,从而出现严重的电流泄漏。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华人科学家胡正明,在1999年提出了歧视场效应电晶体架构,也就是FinFET。 在这个结构中,闸门被设计成了类似鱼鳍状的3D结构,能够让电晶体勾道长度减少的同时,大幅减少电流泄漏的问题。 FinFET架构的出现,让摩尔定律被续名将近20年,直到进入5奈米工艺制成后,该架构也开始逐渐失效。 由此,GAAFET架构又被提出来。 与前者相比,GAAFET架构相当于将闸级的旗片旋转90度,然后再在垂直方向上分成了多条旗片,来增加旗与勾道的接触面积。 这条技术路线得到了业内的广泛认可,但却让代工难度呈指数级上升。 因此,当台积电在开发3奈米工艺制成时,并没有给予改用GAAFET架构,而是继续选择在FinFET结构上持续经济。 应该说,台积电的技术还是非常过瘾的。 从苹果的A17晶片算起,过去两年,所有使用台积电3奈米工艺代工的晶片都没有出现明显的发热或是高功耗的问题。 与此同时,由于FinFET工艺非常成熟,台积电所有从事3奈米代工的产线,其良率都能达到80%以上,甚至逼近90%。 相比于台积电的保守,三星则选择了一步到位,直接在3奈米工艺节点上,就改用GAAFET架构。 但由于开发难度过大且时间紧迫,其3奈米试生产的良率不足20%,根本无法满足量产需求。 这也直接导致了,台积电几乎包揽了全球的3奈米晶片产能,其三季度财报显示,台积电7内的营收达到235.04亿美元,同比增长36.27%,净利润达到100.63亿美元,同比增长50.18%。 在3奈米工艺代工转的攀满波满后,台积电在2奈米工艺上的开发更加游刃有余。 这也很好解释了,为什么让三星跌跟头的GAAFET架构,台积电在实生产时甚至可以拿出优于预期的表现? 那么一问就来了,台积电在现在这个光景之下,还有对手吗? 按照台积电此前公布的路线图,在相同功耗下,采用N2工艺的晶片在效能上将比N3E节点,即第二代三奈米工艺提升10%至15%。 虽然听起来提升有限,但台积电也提到过,在相同效能下,N2工艺的晶片将比N3E工耗降低25%至30%。 这对于消费电子晶片厂商,尤其是SOC的设计厂商,吸引力无疑是巨大的。 不过,2奈米工艺的代工价格大概率也会非常贵,而且是普通消费者都能感知到的贵。 根据台湾媒体的预测,台积电2奈米单片晶圆的代工价格可能会高达3万美元。 相比之下,4奈米工艺单片晶圆的价格为1.5万美元,3奈米工艺单片晶圆的价格为1.85万美元。 这还没有考虑到晶片设计厂商的研发及流片成本。 要知道,在过去的28奈米时代,晶片研发费用大概是5000万美元,推进到16奈米时则被提高到1亿美元,再到5奈米时,这项费用已经达到5.5亿美元。 预计2奈米晶片的研发费用可能高达数十亿美元。 可以预见的是,这些成本终将转移到消费者头上。 2奈米晶片的价格如此高昂,一方面是因为各个环节的成本都在上升, 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台积电在晶片代工行业中已经形成了事实上的全球供应独一份。 仅在今年,台积电便两次提高其代工费用, 不仅是对3奈米工艺制程,甚至早已成熟,成本理应下降的5奈米工艺制程的价格亦被提高4%至10%。 那么,在进入2奈米工艺时代后,放眼望去,半导体行业内还有能撤走台积电的力量了。 先看三星电子方面,这家公司在3奈米工艺制程上跌了个大跟头后, 励志要在2奈米工艺制程上完成追赶。 此前,业内就有传闻称,三星电子已经有暂停3奈米工艺开发,全力All-in-2奈米工艺的打算。 考虑到其位于华城的S3产线,在还未正式量产3奈米晶圆前,就开始计划将设备升级为2奈米工艺的配套设备。 这种说法可能并非空穴来风,但按照三星电子的规划,其2奈米产能至少要到2027年才能量产。 而且,由于最近三星负责代工的高层大换学,又有传闻说三星电子已经又放弃2奈米工艺开发, 转而提高3奈米工艺良率,以争取更多潜在的客户。 另一边的英特尔,虽然已经完成英特尔18i工艺的市生产工作, 其次认为等效业界1.8奈米,但被爆粮率过低,且公司正处于动荡期,量产时间也是遥遥无期。 以此来看,在2奈米工艺制成的开发上,台积电的竞争对手目前仍然以望其向背, 而对于下游厂商来说,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只能默默承受台积电的加价。 从目前以致讯息来看,台积电已经规划了新竹、高雄两地的至少4座工厂用于2奈米制成的生产, 在满产状态下,4座工厂在2026年年初的2奈米总产能将达12万片晶圆。 在三星工艺开发受挫,英特尔代工业务前途未卜的背景下,台积电在晶片代工行业中已经取得压倒性优势。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